香港總治秘書長黃之鋒 去年因為公民廣場案入獄 他說服刑時受到不公平對待 包括文化期間被懲教署職員要求剝光珠 蹲在地上回答問題 以及受到職員操言慰與襲罵 他事後兩度向懲教署投訴 但經過處方調查後 均被裁定為不成立 他繼而向處方領取口供 但處方以資料涉及第三方私隱為由 拒絕透露 在他在三罪問下 處方先提及可以遞交表格申領 黃之鋒批評當局的做法是搬龍門 所以見到由一開始懲教署劉蘭 說涉及第三方個人私隱 不能向投訴人提供任何投訴調查組 所錄取的口供 到後來經過涉而不捨的追查 以及查問之後 就突然提供查閱資料表格 可以見到懲教署一直流難投訴人 黃之鋒已經就處方裁決上訴 並且將會入品小額前債審財署 向懲教署職員民事索償 希望藉著民事索償的機會 到時我作為申索人 就有機會公開盤問懲教署職員 多位泛民議員說懲教署處理投訴的人員 都是處方人員出任 批評是剋傷作業的做法 要求政府成立獨立的監察懲教署委員會 並且要求處方加強審訊的透明度 Live TV 記者 陳文勇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